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抗疫物资主要是从我们国内带来 生活上的物资保障主要是当地的大使馆 和中资机构对我们进行帮助 尤其是在吉布提 吉布提在现在这个时间的话 白天的这个时间大概都在 体感的温度大概都在45度 非常严热 尤其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他们的这个 路斯林的这个叫灾结 他们是太阳这个升起 有太阳牢山 当地人是不能喝水吃饭 在工作场面尊重他们的风水主要 所以全体队员基本上也会饮水 也会饮水 所以应该说是非常艰苦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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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